成化年间 明熙县衙接到一妇人杨氏的报案 说自己丈夫名叫赵勇 三天前到朋友陪楚家喝酒后至今未归 如今生死未卜 请求县太爷派人帮助 寻回丈夫踪迹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舟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接到报案 支县承尧详细询问了杨氏 关于赵勇失踪前的情形 据杨氏说 自家以种田为生 闲暇时赵勇就爱去赌赌钱喝喝酒 三天前赵勇出门后通宵未回 起初杨氏也没有在意 猜测丈夫又可能到哪家赌钱去了 第二天中午赵勇还是没有回来 杨氏有点心急了 四处询问邻居关于赵勇的去向 邻居都说不曾见过 杨氏又转念一想 丈夫还爱喝酒 经常去陪楚家喝酒 这次会不会 也是在他家喝醉了直接睡下了 杨氏赶忙跑到陪家找人 可陪楚告诉他 几天前赵勇试到过他家喝酒 可昨天晚上并没有来过 实在找不到赵勇 杨氏无可奈何 只得一个人回了家 天色渐晚 赵勇始终没有出现 杨氏心中渐渐有了不好的预兆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 赶紧跑到明溪县衙来报了案 程之县听完杨氏的讲述 心中同样升起一股不安 他将官差分作两队 一队去往乡里 找亲戚朋友 接放邻居打探赵勇的消息 另一队以村为中心 三里为半径展开搜查 经过走访 得知赵勇这人虽然爱赌爱喝酒 但为人还算正直 和村民的关系还不错 也没有河水有过纠纷和过节 直到第二天上午 搜查队才传来消息 在村外一户人家果园旁的废地上 发现有心动过土的痕迹 程之县马上带着官差和武座赶到了现场 这个地方在村外不远 但阴挨着坟地 所以平日显有人迹 土被翻动 呈现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 相当打眼 远远就引起了官差 等官差们走近后 轻轻拨开上面的图 很容易就看到了图里 匆忙埋下的破步的一角 顺着这些破步继续挖 一具尸体赫然呈现 精确认 死者正是赵勇 无作检验 是因头颅受盾气重伤而亡 而赵勇的口腔里 还残存着一丝很微弱的酒气 杀死赵勇的是谁 又为何会对他痛下杀手呢 据阳士反应 同村的一名叫王刚的男子 曾与赵勇发生过口角 会不会是王刚因过往的仇恨 怀恨在心而杀死了赵勇呢 城之县立马派人 将王刚缉拿到案 王刚一上堂 吓得魂不守舍 手脚无束 全身不自觉地打着哆嗦 连话都说不清楚 据王刚交代 在赵勇被害的当天 自己正好在姐姐家做客 并没有回家 没有作案的时间 齐姐姐姐夫吉州边邻居作证 王刚确实在齐姐姐家 待到第二天中午才回来 显然杀害赵勇的并非王刚 那又会是谁呢 两位村民的证词 让官差们盯上了 裴楚 一位村民说 赵勇失踪的那天晚上 自己曾看见裴楚在外买酒 买了足足两大坛 当时自己还和裴楚开玩笑 这怕是要一罪方休 而另一位村民则说 数十块到害时 自己小姐时 看见赵勇独自一人 从家门口的小路 静止往南走去 而往南正好通往裴楚家中 有了村民的证词 城之县基本锁定 裴楚与赵勇的死 有重大的联系 随即派出官差 将裴家进行包围 务必趁着天黑 将裴楚捉拿到唐厅审 当官差们包围住裴家时 天已漆黑 裴楚没有觉察到院外有人 手里拿了一打纸钱 在院中焚烧 头里还不断念念有词 当官差们一拥而入时 毫无思想准备地裴楚 赶紧用脚将纸钱踩灭 并一脚踢散 妄图破坏现场 裴楚赵勇的邻居 三十多岁 至今未婚 父母早逝 仅留下一间破屋和一亩薄田 但田地有限 又是一名成年男子 仅靠这一点收入 完全无法养活自己 所以闲暇时还在村里打打零工 帮人干干农活 才勉强得意温饱 当城之县质问裴楚 为何燃烧纸钱时 裴楚大大咧咧地回道 母亲忌日快到了 我这是祭奠母亲 城之县冷笑道 你母亲去世大约快有二十年了吧 据邻居反应 你从来没有祭奠过母亲 为何在这当口 你突然想起祭奠了呢 莫非祭奠母亲是假 妄杀他人讨个心安是真 裴楚剑之县如此说 大喊冤枉 称自己奉公守法 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仅有两位村民的目击 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刑狱之下 裴楚也坚决不承认自己杀了人 城之县无法 只得先将其关入大牢 再行寻找证据 负责搜查的官员 在裴楚的家里没发现任何的凶器 却发现了一件女人的衣服 裴楚是当地有名的单身汉 这衣服显然不会是她的 那又会是谁的 经村民们辨认 这件衣服曾见赵汉的媳妇杨氏穿过 杨氏的衣服怎么会在裴楚家里 会不会是二人有奸情 何谋杀害了赵勇呢 城之县令人将杨氏带到堂 当即展开了审讯 杨氏承认衣服是自己的 但坚决否认自己与裴楚有奸情 声称定是裴楚对自己有非分之心 趁自己不注意时 偷走自己的衣服以作慰藉 尽管杨氏不承认 但他的言语中 却透露出一个重要的讯息 裴楚对他穷追不舍 杨氏以自己是有夫之妇为由拒绝时 裴楚就曾扬言 定要杀了赵勇 因此 杨氏觉得丈夫定是被裴楚所害死的 目的就是为了能与自己双妻双妃 有了杨氏作证 城之县再次提审裴楚 一开始裴楚还是不肯认罪 直到城之县向他展示了杨氏的供词 河上面的手印时 裴楚慌了 摊草求生的念头让他放弃了抵赖 交代了事情的起因 赵勇家的土地多 每逢农忙时节 仅凭夫妻二人根本忙不过来 所以二年前开始 他们便雇佣同村的好朋友裴楚帮忙收道雇 在赵家干了几天活 与杨氏有了接触后 裴楚从心里暗地里喜欢上了这个女人 一天傍晚 赵勇有事先走了 地利只留下裴楚和杨氏 裴楚见四下无人 悄悄走到杨氏身边 嬉皮笑脸的对他说 我们交个朋友吧 我喜欢你好久了 突如其来的示爱 让杨氏面红耳赤 他赶紧起身站得远远的 你不要乱想 我丈夫对我很好的 自那以后 就算两人同在一块地里劳作 杨氏也不怎么主动搭理裴楚了 初次遭到杨氏的拒绝 裴楚并未善罢甘休 相反几天后 他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进攻 有时没事就凑到杨氏身边 说一些应和他的奉承话 和关心的言语 赵勇虽勤快 但爱喝酒爱赌博 每次喝完酒后 就喜欢跑到外面去赌一两把 十赌九书 杨氏对丈夫这个恶习很是反感 又屡劝不听 心里更是万分的生气 渐渐夫妻二人的关系 也越来越冷淡 而这一边裴楚的油嘴滑舌 却让杨氏生出了几分好感 觉得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 终于双方跨越了道德的底线 发生了关系 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和无数次 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次后 裴楚偷偷给了杨氏五两银子 让他给自己买些好吃的补补身子 还少不了言语的百般呵护 这更让杨氏觉得自己所托非人 再反观自己的丈夫 除了一身蛮力 从不懂得嘘寒问暖和体贴 这让杨氏心中的天平 开始发生了倾斜 主动找机会和裴楚购合 就这样 两人暗地里偷偷摸摸 一晃就是二年 这天 裴楚见赵勇出了门 安娜不住心中对杨氏的思念 便悄悄潜进了杨氏家中 可没想到这次赵勇竟很快回了家 进屋后却看见妻子一脸朝红 衣衫不整的样子 而杨氏的解释 是自己刚刚和裴楚从地里回来 汗流加倍的 所以洗了一个澡 赵勇看似信了 心里却起了一丝怀疑 他恶恨恨地对杨氏说道 你要是敢背着我偷人 被我抓到 我一定会打死你 杨氏低着头 在赵勇面前赌咒发誓 自己定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 事情没有败露 村里却有了风言风语 说裴楚经常去找家 一待就是一两个时辰 也不知这些话赵勇有没有听到 总之他没有任何表现 反倒是杨氏开始不安了起来 这天裴楚在偏僻处拦住杨氏 要求苟和 杨氏害怕 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还提出以后也不要再来往了 裴楚哪里肯 几天后又找到杨氏 杨氏还是不肯 裴楚霸王硬上宫 暂时满足了自己的需要 事后 杨氏边穿衣服边说道 两人以后再不要见面了 自己和裴楚之间是不可能的 除非赵勇不在了 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赵勇不在这句话被裴楚听尽了心里 他想要和阳氏长久的做夫妻 便起了杀死赵勇的念头来 而一旦这个主意上了头 就一直挥之不去 4月18日的晚上 裴楚请赵勇到自己家里喝酒 准备趁他喝多了之后杀死他 不巧的是 正当裴楚打算动手时 邻居突然上门来借东西 正好看见了赵勇在他家 还打了个招呼才离开 裴楚担心事发后 邻居举报自己 不得不中断了计划 十天之后 裴楚再次请赵勇上门喝酒 这次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傍晚时先去买了两坛酒 又将旧衣服裁剪出来拼好 准备用来果实 万事皆备 自欠东风 东风也很快进门了 在赵勇喝得有点醉意时 裴楚借口去厨房 转身在门外拿来一只八角铁锤 对着赵勇的后脑砸了过去 赵勇当即就倒在了地上 鼻子嘴巴往外喷血 紧挣扎了不到一分钟 赵勇就死了 裴楚抽了一根烟后 用布将赵勇裹起来 趁着夜色 背到村外的荒地里埋了 然后回到家里 将地脱起干净 又将沾上血渍的衣服脱下来烧了 眼看屋里整洁如新石 他放下心来 美美地睡了一觉 赵勇失踪后 杨氏四处寻找 裴楚却趁着半夜 偷溜到他家中抑郁苟合 杨氏没有心情 裴楚劝道他 不要找了 他回不来了 以后我们就是夫妻了 听到这话 杨氏恍然大悟 他眼中的好男人 为了和他在一起 变成了一个杀人恶魔 杨氏怕得不行 又不敢违抗裴楚 只得再次委身于他 被支线传唤到县衙时 杨氏不敢再隐瞒 更怕的是让裴楚 待在自己身边 就是一颗 随时可能爆发的定时炸弹 所以他语焉不详地 透露了裴楚的犯案动机 而成支线凭着这一动机 顺藤摸瓜 确认了裴楚的犯罪事实 裴楚被判以绞刑 杨氏虽然没有被判法 但他与通奸仪式也在难以遮掩 而被肇事宗族逐出家门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